蜀龙人2020年运程大权及破解 蜀龙人的缘故,所以一定范围内会有所波动。 吉星方面,蜀龙人受到文昌,天得贵人照命。 凶运方面,蜀龙人受到灾煞、非联、病符等凶星干扰,让今年蜀龙人的整体运势出现一定的起伏。 事业方面,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今年蜀龙人在事业上容易出现口舌等是非之争,白白消耗蜀龙人的经历,甚至可能会出现情绪的内斗,让自身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状态均受到不小的影响。 并且由于蜀龙人内心过于刚强,往往过刚一辙,很多小人会利用蜀龙人好面子的特点让蜀龙人自乱阵脚但是却可能因为自身顾及太多而对小人毫无办法。 但是非连凶星因为主凶狠,能一定程度上让蜀龙人在事业上往好的一面发展,在公司事务的决断方面能做到快刀斩乱麻,别人不敢接手的任务,蜀龙人因为凭借着心理的任劲能毫不畏惧,把事情完成得很漂亮,从这一方面来讲,非连凶星对事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有利的。 财运方面,灾煞的进入让蜀龙人今年有一定程度的破财,因为灾煞代表的是煞气,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影响好的气韵,往往让原本可以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出现了意外。 感情运势上,受到灾煞和非连的双重影响,蜀龙人今年与恋人和伴侣之间多争吵,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引发了争吵,并且不吵各输赢不轻易善罢甘休。 蜀龙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平时和伴侣的相处要做到心平气和,凡事多忍让包容,多回想当初的美好可能就再舍不得对伴侣有一分的怨对。 健康方面,由于有病伏凶星的影响,蜀龙人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小病小痛,以往有救急的蜀龙人谨慎提防,以免复发。 关于疾运方面,由于蜀龙人受到天德贵人的加持,往往能化解大部分灾煞,让凶星对于蜀龙人今年气韵的不利影响减轻很多。 文昌贵人主才艺、气质等,今年蜀龙人因为文昌贵人的加持能够在才艺方面比较出众,对于从事艺术方面的蜀龙人来说今年可能会焕发较多的灵感,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在爱情方面,因为蜀龙人的气质因为文昌贵人的加持,能够吸引到不错的异性。 注意到蜀龙人,从一定程度上增望了蜀龙人的桃花。 蜀龙人2020年事业运势 进入2020年庚子蜀年,蜀龙人的事业运势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今年蜀龙人因为有灾煞凶星的作祟,会受到小人的口舌之扰,但是只要蜀龙人平时注意跟这些人保持距离,灾煞自然化解。 并且今年因为飞联带来的内心的韧性,蜀龙人可以在公司事务上有较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让自己经手的任务完成得迅速以及漂亮。 再加上天德贵人加持,今年蜀龙人可以受到领导上司的赏识,在经过了他们给予蜀龙人的相关考核之后,能够给蜀龙人带来升职加薪的机会。 经商的蜀龙人今年由于在事业上能够大刀阔斧地做出一番努力,事业上能够突破瓶颈,迎来新的面貌。 今年蜀龙人的业绩能够提升得较为明显,公司在蜀龙人的经营和带领下销售额能实现较为稳定的持续增长。 建议蜀龙人好好把握今年这个难得的时期,平时在事业上多发点时间,仔细琢磨出更多的发展巩固之道。 但是建议蜀龙人在公司运营方面应该合理合法,否则将会败坏这份来之不易的事业运势。 蜀龙人2020年爱情运势 进入2020年,蜀龙人的爱情运势相对来说较为一般。 单身的蜀龙人由于受到文昌贵人的加持,能够给蜀龙人带来超群脱俗的高贵气息,在人群中较为引人瞩目。 所以单身的蜀龙人今年在桃花运势上较为占优势,今年单身的蜀龙人能够吸引比较不错的异性,如果两个人多试着接触了解,也许能够成就不错的良缘。 但是由于蜀龙人较为粗心且心急,再加上灾煞的影响,蜀龙人今年可能会在跟异性交往方面被有心之人钻了空子,比如被心思不悔之人以谈恋爱为油破财。 蜀龙人这一方面应该尤为注意,跟看好的异性在一起之前应该全方位考量好对方的人品以及谈恋爱的初心,另外,两个人尽量在财务上面相互独立,不可以因为好面子就大包大揽,这样很容易在对方是骗子的情况下让自己蒙受损失。 已经谈恋爱或者已经结婚的蜀龙人今年跟伴侣之间多争吵,并且由于飞连作祟,蜀龙人的心思叫拧,不肯轻易服输,一件很小的事情如果双方各让一步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但是由于蜀龙人的不肯退让让蜀龙人的恋人或者伴侣心力交瘁,亦产生心灰意冷之感从而导致感情的破裂。 蜀龙人应该要仔细提防这一点,一旦发现自己吵架有不善罢甘休的苗头就要立即掐断。 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蜀龙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陶运隔笔意增情吊坠,笔意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是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蜀龙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 蜀龙人2020年财运运势 而且还能有较大幅度的加薪,并且奖金也颇为丰厚。 经商或者自己创业的蜀龙人,由于今年的出色表现,能够收获比较大的吉比订单,并且市场份额也能有所提升,为自己实现财富上较大的增长。 偏财运势方面,由于灾煞凶星的影响,蜀龙人最好不要尝试较为大胆的投资或者理财项目,建议可以选择保守稳健型的,今年在风险投资方面能够保值已是不错,可以不用过多地考虑利用过高的风险来实现较大的增值,否则容易有血本无归的可能。 另外,蜀龙人今年恐有破财的风险,建议蜀龙人平时外出时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特别是价值比较大的物品,以防丢失或者盗失。 蜀龙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陶运格级上金多宝,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 蜀龙人2020年健康运势 进入2020年庚子蜀年,蜀龙人的健康运势较为平稳,但是由于今年有病服凶兴入宫,还是需要特别注意。 蜀龙人今年容易比较多小病小痛,建议平时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增强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 由于今年蜀龙人在事业方面较为忙碌,很容易忽视自身的身体饱一顿饿一顿,甚至经常性的熬夜加班,长辞以往容易的较为严重的疾病,建议蜀龙人注意这一点。 特别是对于职场和商场中间力量的中青年蜀龙人来说更应该如此,平时上班时尽量全神贯注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到了饭点就按时吃饭,业余的时候定期锻炼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 另外,由于灾煞的影响,今年蜀龙小孩的家人需要注意好他们的人身安全,平时注意让他们远离水患,以免发生溺水等意外事故。 开车一族的蜀龙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陶运格鲁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陆路平安,大吉大利。 蜀龙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 生肖吉祥物文化远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 蜀龙人今年可摆放一对,陶运格鲁喜同春,琉璃百建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 鹿喜同春为一只梅花鹿和一只喜鹊组成,梅花鹿自古有吉祥长寿的含义,而喜鹊则代表喜是临门之意,梅花鹿和喜鹊构成了春天来临,万物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喜庆盈盈的景象,具有美好的寓意和祝福。 鹿喜同春为蜀龙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象征着蜀龙人在蜀年里奋发向上,安康大吉。 同时亦可佩戴一个,陶运格鹿喜同春,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蜀龙人可随身带一串,陶运格有晨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 不同龙年出生的蜀龙的人2020年运程 2012年蜀龙的人2020年运程 2012年出生的蜀龙的小朋友进入庚子蜀年,今年你们的运势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学习方面,由于今年有文昌贵人相助,你们聪明伶俐,对待功课的理解比很多小朋友快,并且能举一反三。 课堂表现上你们积极活跃,能获得老师和周围同学的喜欢,从而可能会被班主任等委认为学习课代表或者一些班干部的职务。 财运方面,由于蜀龙的小朋友今年在学校表现良好,能得到家长的鼓励,收获不少的零花钱与压岁钱。 但是健康运势方面,蜀龙的小朋友相对来说较弱,今年容易因为生一些小感冒,平时注意保暖,在父母的监督下加减医务。 平时多与小伙伴去做一些体育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同时也能增加自己的好人缘。 2000年蜀龙的人2020年运势 2000年出生的蜀龙人进入2020年庚子蜀年,今年你们的运势还是不错的。 你们大多数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你们在面对繁重课业的同时也在一边规划着自己毕业以后的去向。 今年你们在学业方面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之前在学习上有所松懈, 但是在通过平时寒暑假的实习知道了自身的不足之处以及专业技能学习的重要性。 因此今年你们往往能在学习上下比较大的功夫, 以期获得较好的排名以及相关的专业证书来为之后毕业的去向家族伐马。 今年由于灾煞凶星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可能会与同学之间发生矛盾, 特别是同寝室的室友,更为容易起摩擦,这对于属龙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 建议属龙人平时多收敛自己的脾气,尽量站在同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来增强自己的包容心, 这样才能在比较和谐有爱的氛围中让自己的生活发生持续稳定的进步。 1988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 1988年出生的属龙人进入2010年庚子属年,今年你们刚过儿立之年。 事业上由于今年的好运势能够做出比错的成绩, 特别是对于新资形式以提成为主的属龙人来说, 由于今年有非联星的作用,你们在工作当中充满了干劲, 即使面对客户的刁难以及上面领导压下来的业绩指标都能做到面部改色, 埋头于自身的工作当中,以目标为导向并且出色的完成任务。 但是由于今年你们在事业上花费的精力较多,难免忽视伴侣和家人对你们陪伴的需要, 从此以往跟家庭的链接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间隙。 建议属龙人可以和伴侣以及家人好好沟通这个问题,以期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平时尽量提高处理事物的效率,多留点时间陪伴家人孩子, 因为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样有利于属龙人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业。 1976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 1976年出生的属龙人在2020年运势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事业运势由于今年天德贵人的加持会有不错的发展, 进入不惑之年的属龙人大多数已为公司的管理人员或者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和人脉性型的创业, 在公司事务上已经较为得心应手。 受非联心影响,今年属龙人的形式作风可能会与以往的作风迥异, 较为刚硬和说一不二。 对于管理人员的属龙人来说今年你们能够带领下属将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上去, 为公司创造出较为好的效益。 但是需要注意你们今年的管理风格, 不要过于武断和专横,以免获得适得其反的作用。 感情方面,今年你们与自己的伴侣可能会就孩子的教育问题有所争吵, 建议属龙人跟伴侣多交流, 同时也可以跟孩子沟通,一切以尊重孩子为前提。 1964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 1964年出生的属龙人今年运势还是挺平稳的。 工作方面顺风顺水,属龙的女性今年也已经退休, 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夫妻感情方面,属龙人今年和伴侣之间感情向好, 在经过了多年的磨合, 两个人早已经对对方的想法以及选择的偏好了如指掌, 更多的是给予理解和包容。 两个人因此反而能度过相较于往年更为甜蜜的时期。 但是今年属龙人可能会面临一些家庭琐事方面的困扰, 子女已经成家立业, 由于子女平时忙于事业, 关于孙子女的抚养问题可能会落在属龙人的肩上, 有的属龙人对此较为无可奈何。 建议属龙人放平心态, 家和万事兴。 健康运势方面, 由于今年有病福凶兴入宫, 属龙人今年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平时尽量劳逸结合, 避免久坐伤身, 可以多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强筋健骨。 1952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 1952年出生的属龙人今年运势较好。 事业上你们已经退休了, 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花费在以前一直想做 但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做的事情, 可能有的属龙人会发展出一些 自己擅长的事情, 因此成就事业的第二春。 财运方面, 今年属龙人财运较为稳定, 但是有一定的耗财的风险。 建议属龙人今年在钱财的借贷方面 谨慎一些, 可能会出现别人借钱不还的现象。 感情方面属龙人不用担心, 跟老伴之间虽然吵吵闹闹, 但是无伤大雅, 相互之间可以彼此体贴和照顾。 健康上属龙人今年需要上点心, 平时定期做体检, 特别是对于有救急的属龙人来说更需如此, 防止救急复发。 五行属性, 尘图。 生肖排行, 第五位。 本命佛, 普贤菩萨。 护法神将, 波仪罗大将。 幸运色, 金、银、 灰白。 幸运数字, 一、六、七。 幸运水晶, 鸿门石, 本经。 财位, 西北方, 北方。 桃花位, 西方。 鹿和鼠香, 鼠鸡。 三和鼠香, 鼠猴, 鼠。 鼠鼠。 香冲鼠香, 鼠狗。 向害鼠香, 鼠兔。 香形鼠象, 鼠龙, 自行。